他们只好来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因为之前杀过人的詹姆斯怕被人认出来 只好让埃莉莎下车帮忙加油 看着眼前这个不太熟练的小女孩 热心的卷毛大姐出来想要帮忙 卷毛大姐马上察觉到了两人不对劲 通知店内的儿子帮忙报警 可不太聪明的好大儿硬是没听懂 为了拖延时间 卷毛大姐要求埃莉莎进店里付钱 可前脚刚进商店